我害怕向父母提醒 我害怕失去 刚刚获得的自由 我害怕重新成为 那个生活在 别人阴影之下的人 我开始四处借钱 开始使用网贷 开始花钱找人点名 甚至开始 在网上买作业 但是 当催债的电话响起 当朋友都成了我的债主 当曾经的 那个三号学生 如今却是全班店底市 我才发现 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 我早已放纵 和丢掉了自己的底线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 对方口中的他律 能够来约束我 警醒我 可是仔细一想 他律从未离开过我们了 它是我们耳畔的 唠唠叨叨 老声长谈 喜人 忧天 是我们口中的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你烦不烦 你们看 我们总能把不喜欢的他律 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 他律永远无法主宰我们的人生 只有我们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 到底是要像对方便有那样 寻求他律的帮助和庇护 还是拿出一个主人该有的样子 你们自己选 谢谢 团子豪洋的 小姐搞定